Hello 大家好 我是楊雪盈 一段時間沒見了 因為最近都有幾多煩惱的事情發生 其中都是天氣來說 可能都是令到大家 都有少少頭痛的事 因為最近都是時情時雨 不知道大家出門有沒有戴帽帽 戴帽子呢? 因為曬傷臨傷都不好 有些甚麼我們學了可以有鼻無患 在這個經常都要用電話的世代裏面 因為最近有登記了消費券 不知道有沒有老友記收到一個 是要你上載身份證 去認證你的身份的SMS 如果是的話 你就很可能需要學習以下的技巧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不妨去看看這條影片 因為都幫到大家的 例如當大家要遲些去拍一些個人資料 去做其他的申請用途 或者是要拍一些信件的時候 怎樣拍得清楚呢? 其實這件事都很幫到大家的 另外第二件事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個再講聲明的一個步驟 又是跟消費券有關 這個其實之前都有不少街坊有問起的 不過大家又很想我說一次 我要信眾要求 就幫大家講一講 這個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在我開始之前都呼籲大家 就是要追蹤我的頻道 亦都是請大家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用的話 就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亦都很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提一提片頭的廣告 片中間都有一些廣告 因為越多人看廣告 就越能夠支持我繼續拍片 事不宜遲 我們可以開始 我首先就要教大家一個技巧 就是首先要拍好了一張身份證 如果你要拍的文件是一個身份證 為什麼拍好一件事呢? 首先我們需要幾個條件 第一 就是你要有一個光的環境 一個光亮的地方 不要黑咪咪的樣子拍過去 如果不是 那些東西就會很不分明 很不清晰 第二 就是 記住 你要有你的證件 但是你的證件 就不是放在一個平面上面 如果你這樣放 然後 我們在上面拍的話 在上面拍的話 其實呢 就會自己遮住了一些光 因為通常的光在上面來 在側邊來 那你在上面這樣拍過去 其實你就會遮住大部分的光 那變成 你要拍的那個物件 又是黑咪咪的了 那如果我不想遮住那些光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要準備一個法寶 最簡單的就是膠紙 那這卷膠紙呢 就這樣撕出來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用一些要剪的膠紙 那你就要準備好膠紙 那好了 我就要拿少少膠紙出來 然後呢 我切我這樣 打個圈 黏住自己 第一個圈 先黏住自己 第二個圈 再黏多一次自己 這個技巧呢 相信不難 很多人都會做到的了 好了 這樣黏了 它就是一個膠紙的圈 兩邊都會有黏力 然後我們就拿回一張 你要去黏起它的身份證 黏在它背面 看到嗎? 黏在背面 接著呢 要用一個長身 當這幅是一幅長 用一個長身 把我的身份證 黏上去 看到嗎? 黏上去 然後呢 在一個光暗的環境 用你的電話 對著它 看到嗎? 這樣 對著它 拍照 盡量把你的身份證 整個呢 都是拍到四邊 都要拿齊 那 好了 再拍多一張 看看 可能你要拍幾張呢 是給自己備用的喔 好了 我拍好了之後呢 就是這樣的了 那你會見到呢 原來垂直了拍照之後 那個畫面呢 是會均勻一點的 那些光 也都因為呢 在夠光的環境之下拍照呢 你的字呀 或者是一些圖片呀 其實都會清晰很多的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教大家 這樣用呢? 就是因為呢 其實原來很多老友記呢 他認證身份證要上載的時候呢 其實都想自己先拍照 那這個要讚的 因為如果你用它 即是消費券裡面那個APP 其實你只有選擇拍照 但是呢 他不是經常都會彈拍照的框出來 我想是有一點點 程式上面的問題 那所以呢 你自己拍好了之後 再上載呢 是會好一點的 是會好一點的 那這個技巧呢 就是教你怎樣拍好那張照 那他呢 就有很多的要求 就是你張照片 不可以蒙 不可以有東西遮住 不可以有東西髒 不可以有東西髒 一定是 即是不要震 如果你手震震的話呢 其實呢 他張照片呢 又會蒙茶茶 那盡量呢 就是 hold住隻手 一震都好 如果你夠光 其實你就不用 即是手 定在這裏那麼久 所以有時候呢 有些老友記者說 那我的手呢 即是無論如何 都是震震震 沒有辦法 那你唯有 在一個更加光的地方 那裡拍 那就可以解決問題 那我相信呢 不只是你要拍身分證 可能呢 有時候你們都要給一些信 譬如 即是 某些信去拍證 或者怎樣 未必是消費券的 你都可以用同樣的這個技巧 記得黏好它 黏在一個牆上 然後呢 就用電話就這樣拍 其實基本上呢 即是近年的電話 都很清晰的了 好 那接下來呢 那就要去片 就播給大家看 一個消費券 上載去消費券網站 即是身份證 上載去消費券 對啦 接下來就要播片給大家看 就是 身份證上載去消費券網站 的一個教學 那現在請大家看看啦 在上一次如果大家填表成功 就會收到確認的SMS 並且會提供參考編號 如果大家要上載身份證確認的話 你就會再收到另外一個SMS 它會要求你去他們的網站上載身份證 如果大家7月17日或者之前完成上載 就會最快8月1日拿到消費券 我們來到消費券的網站 見到要填寫 身份證號碼和登記參考編號 身份證號碼 大家可以拿回身份證出來對著填寫 而參考編號請大家拿回電話出來 上面提供的參考編號 我們填寫回去 是一個15個位的數字和字母構成的編號 記得要剔回 我不是自動程式和按下一頁 那這個是填了的畫面 而這個呢就是大家要去確認填寫了的資料 填完之後請大家要按上載身份證 按上載身份證 你會見到相簿拍攝瀏覽三個選項 我們選擇相簿 那你會見到你的相簿內容 選擇你拍攝了的身份證 要提交一張合資格的相片必須要沒有模糊 沒有反光 沒有失焦 也都要合乎檔案格式要求 如果你就這樣拍照的話 多數都是JPEG檔案 你會見到上載成功的話 檔案就會顯示在上載這個格子的下面 那你要按我不是自動應用程式和提交 完成之後你會見到提交日期及時間 還有登記參考編號 那你的上載程序已經完成了 在這裏教了大家怎樣上載身份證 去消費券的網站 亦都教了大家怎樣好好地去拍一份文件 上載用的 有些朋友就會說 其實在消費券的網站上面 都可以即時去拍 為何我們不用呢 我們就比較推薦大家去用一個 拍好了才上載的方法 就因為有些朋友告訴我 消費券的網站裡面 就算按了相機 都未必會彈一個相機的熱面出來 給你去拍 最後都是用一個上載的方法 去處理身份證 我們為免有一些程式的問題 我們就推薦大家先拍好了 然後才上載上去 好了 這一個部分就到此為止 但我們都會跟大家說說另外一件事 就是關於在港居住要求 在港居住要求其實是一件什麼事 因為有些朋友會收到一個這樣的訊息 就是港消費券計劃你的編號 就是你被選中就在港居住的要求 作抽查 請在三個工作天內 就所需的跟進 致電28521009聯絡 一間會計師行 你都可以查詢電話 都是打分15000 雖然我打過這個電話 其實不是經常都有人聽的 這個認證 認證就是告訴大家 原來之前填了消費券的資料 就說明是可以給政府部門去查閱 都未夠的 政府都是覺得 是要有一間會計師行 幫大家去做 2019年6月18日至2021年6月17日之間 你是否在香港的一個認證 當你收到的時候 都不用看經方的 很多朋友都分享了這個經驗 就是你只要打電話 去這間活計師行 聯絡了他們 他們就會和你約時間 就要你拿一些 在香港居住過的 一些證明的文件 包括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租單 一些購物的單據 可能你有些量單工作紀錄 其他如果有一些水費電費是你的名字 可能都會是他們接受的範圍之內 就可以跟他們說 這段時間 本人是在香港的 請他們去做證明 跟政府去說 這些都可以作為一個認證 因為其實政府都可能想做一個雙重的認證 要兩個保險 除了入境處查到 你們有沒有出入境之外 他們有委託會計師行去查 不過很多市民都批評 都覺得是很擾民 多次一舉 既然之前都填了 為什麼我們又要再做多一次的認證 還有我覺得另外一樣 我比較擔心的事情 就是有些市民會分不到 這件事是真是假的 當然現在我們把電話號碼都說出來 你們可能會沒那麼擔心 但是一旦是一些不熟悉科技 或者這些事務 認證事務的路由機 可能真的有一定的疑慮 就是會不會是一些電話騙案呢 如果遇到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大家要留意 有一些特定的電話號碼 譬如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 2852-1009 這個就是會計師行的電話 另外也有一個政府 或者他的承辦商的特定電話號碼 就是5567-3873 除了這兩個電話以外的其他電話 你聽到的話 你覺得可以呢 你也打回去 一些我剛才所說的這兩個電話號碼 你就要做一個查詢 就是有沒有這些程序 找我去做 我收到一個這樣的要求 我想證明是真的假的 如果他們幫你證實了 如果這個是真或者假 你就知道下一步怎麼做 但是呢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在你未確認那個人的身份之前 提供任何你的身份的資料 和你身份有關的資料 包括你的身份證 其他出生日期等等的敏感資料 這些都是要保護自己的私隱 好了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這個小技巧 是幫到大家應付 在這個新科技圍繞著大家的情況之下 一些技能的提升 那下一次我就想說一下 消費券怎麼用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心水呢 不妨告訴我 留言給我知道 好 下次再見 拜拜